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接到上一节课的地图 继续往下讲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地图交代完之后 只是一个大概的地图 并没有显示说哪个国家 或者是哪个具体的位置 对不对 像我们平时的商业应用APP 打开之后一个地图可以看到 就明显的可以看到某个区域 很仔细的可以看到 是不是 它至少是比较清晰的 会显示到哪个城市 这样子是不是 那我们怎样去做到这个呢 怎样去实现做到这个呢 那我们先把蒙特器关掉 蒙特器关掉之后 我们返回 重新编辑到我们的代码 这里我们写一个方法 就是让地图 设置当前显示的一个进度维度 那这个方法我们怎么写呢 叫location locate to定位到吧 letitude and lontitude 呢 lontitude 咬两个催促 要��一根 我们来出 video 这不太不 insan了 这一定要过一蹈 oc的习惯,写习惯容易犯这个错误 有没有参数,容易写错 方法容易写错 它这个是 啊,有点长啊,我们改短一点 n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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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我们写这样一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呢,我们 传入一个精度和一个维度 一个nanti nanti 然后我们这里去实力化 一个cell location 2D的一个属性在这里面 它这个cell location cell location coding的2D啊,其实就是一个 精度和维度组成的一个结构体 我们直接叫coding cell 这样一个属性 我们可以去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是一个结构体 就是一个 进入一个维度组成的一个结构体 里面两个frawl的值 所以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们直接这 cell location 这样进入一个初始化 它的初始化是直接传入一个进入维度 我们直接把当前的 attitude 和lontitude传进来 这样去 去 生命一个 coding 这样 其实就是它是一个组成 一个精度和维度组成的一个结构体 这样子生命一个 一个精度和维度 然后我们再去生命一个区域 一个精度区 一个精度 一个精度 进入范围 这个精度范围 它是 我们直接选择叫ramb 是ramb 叫sp算的 它是这样一个 经常是mk coding sp的一个锁线 它是直接传入一个 flow的两个flow 伏点值 我们这里直接传0.5吧 传两个0.5吧 不用太进去 0.5 传0.5 刚才我们也可以传0.01 干脆精确一点 ok 越小值 它越精确啊 这是 生命一个 叫设置吧 设置一个精确 范围 精确范围 值越小越精确 然后一个当前精尾都得到了 精确范围得到了 那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组成一个区域了 组成一个区域 区域我们叫rrange 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其实也是一个mk range的一个属性 coding region region 这叫region 属性我们直接出什么 它里面 其实就接了接了一个 我们你看一个是coding2d的一个字 就是我们刚上面的car这个字 传这个就好了 另外一个是span的一个字 就在平我们刚上面的两个字 这样子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由精纬度和精确度组成的一个区域范围 它也是一个结构体 其实这三个字啊 其实就是第一个是精纬度的结构体 第二个是精确度的结构体 然后由精纬度和精确度的结构体 又组成一个新的结构体 叫做区域范围 这三个字就是靠这种方式来记的 你看它是由这个精纬度组成的结构体 和精确度组成的结构体 组成的一个新的结构体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 上面这个是就两个flowers 组成的一个精确度的一个结构体 所以这个其实从上到下理解是很好理解的 只需要这样理解就好了 好 得到了这个范围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地图 设置到当前放过去 我们可以这样做 它有个方法叫set region 我们直接把rd 然后加个动画 设置地图显示精确度和范围 好 我们写这样的方法 然后我们只需要往这个方法里面传一个精纬度进去 就可以显示到显示到我们传的这个范围了 然后这个精确这个精纬度我们到底传多少呢 那我这里有一个上几克我们定位到的一个信息 我把它取过来 我们上几克做定位的时候我们得到了这个精纬度 我们把它烤回过来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拿到这个之后我们这里直接调用这个方法 点locate 这个进入我们传22点 我直接把这个字烤进来 然后这个 是我们传这个 这样 然后我们再跑一下 哎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地图和之前上一次开启的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显示显示显示显得到了更精确了 你看我这里北环沙河东立交 没错我现在就住在白石州沙河街这边 我们可以显示到0.01可以显示到北环沙河东立交了 以及大沙河公园都跟沙河东路这一段了 我住在这个地方叫新唐这个地方 这样的设置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图的精确度和显示范围被我们规定死了 所以就可以看到像类似类似我们商业应用有点像我们商业应用那种APP的类型了 对不对 好 这段课我们回顾一下 大概要讲的东西就是接到上一段课 首先 我们把地图夹杂进来 设置地图一些基本属性 然后我们 写一个方法 方法里面实现三个结构体 一个结构体是 传一个精维度进去一个精维度的结构体 另外一个是精确度的一个结构体 水平坐标的一个精度上的一个精度和尾度上的一个精度的一个结构体 然后这两个结构体就组成一个新的结构体叫显示范围的一个结构体 组成这个显示范围结构体之后 我们直接把这个显示范围设置为当年地图的一个显示范围 并加上一个动画 我们就可以看到 展示到 我们当前的一个细致的一个 更细致的一个地图位置信息了 好 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